等得心急了吧 是不是好久没有见孩子了 孩子嘛 一日不见入客三秋 应该就快来了 别着急 爸爸 你想过来吗 你 你就是小星星吧 什么叫你是小星星吧 小星星你看 你再不回来 爸爸都快不认识你了 可我又是爸爸呀 苏小姐啊 这就是我儿子 也是我儿子 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也是你儿子 不会说话就别说 好了好了 行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小星星 来 带阿姨再来 那 阿姨问你 今年几岁了 今年六岁 这么聪明啊 走 阿姨带你拿水果去 妈妈 我可以去拿 当然可以了 我们小星星真有礼貌 看看咱们俩水果生涯得多 好 这谁家孩子 朋友的 朋友的 你看我干嘛 这朋友的孩子说气就气啊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赶快收起你的好奇心吧 你要是再啰嗦 我就带他走了 别别别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你随口一听就完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现在你是他的父亲 你跟他得亲一点 不然苏依晨不会信的 我对他不够亲吗 你看看你刚刚 他亲你 你就抹了一把脸 他抱你你就把他推开 我说我儿子 你就说你儿子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是没当过爹的人 我本来就没当过爹嘛 再说了 我连跟孩子怎么交流 怎么相处我都不知道 你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走路吗 现在怎么样 有当地的样吗 你都不如孩子聪明 孩子一叫就亏 你看你 最多得一个浮夸表演奖 小星星啊 阿姨呢想问你一个问题 平时爸爸妈妈 经常带你出来吃饭吗 有时候吧 那是爸爸带你出来吃饭多 还是妈妈呢 妈妈 那也就是说 你的爸爸没有钱吗 那你爸爸很有钱咯 小星星啊 你爸爸到底有钱还是没有钱啊 阿姨我转来了 我回家回座位啦 我真扫鬼头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我妈妈说 我跟那个阿姨不要单独待太久了 行啊 教职有风了 那大人 过来 过去 慢点啊 我妈妈问你啊 她有没有问你什么问题 有 为什么啦 问我爸爸有没有钱 那你怎么说的 我没告诉他呀 太聪明了你 我爸爸 你到底有没有钱呢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妈妈说你很有钱 那你会给我片酬吗 片酬 演戏不都有片酬吗 你还懂得挺多呀你 我一定给你片酬 你要多少 一场戏五十 没问题 你还真给啊 说话算话 讲法分明呢 那你会带我去迪士尼吗 迪士尼啊 这可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工作很忙 没时间啊 我妈妈说 只要我小心得好 你什么都能满足 其他的都可以 恐怕这条真不行 可我就想去迪士尼 你要是真想去啊 等演完戏之后 让真爸爸带你去 你说什么呢 那行 那但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以后是什么时候 以后就是 到后面如果是可以去的话 到时候再通知你 我要你先自己答应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你还什么都没干呢 就跟我提这个要求 那个要求啊 你跟他叫什么证啊 乖 星星 我们先吃东西 乖 坐回去 对不起 对不起 久等了 好 好 小星星 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冰激凌 可乐 星星 你不是很喜欢吃冰激凌吗 那赶紧吃吧 那 那你 不想吃冰激凌呢 咱们就喝点可乐 好不好 这 这 这孩子怎么这样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小星星 你 你说什么呢 星星 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 不能这么跟爸爸说 怎么了 生谁的气嘛 刚刚跟他爸爸生气了 说气话呢 对 你总是这样 说了好几遍 带我出去玩 你一次也没说到 你不是我爸爸 爸爸这不是有工作忙吗 没时间吗 让妈妈陪你玩好不好 可是妈妈也没时间 这样吧 小星星 以后呢 爸爸妈妈工作忙 没时间陪你的时候 阿姨陪你玩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啦 阿姨从来不撒谎 这怎么行呢 阿姨有阿姨的工作 对对对 爸爸妈妈答应你 以后有时间 一定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我就喜欢阿姨陪我玩 阿姨也喜欢跟你玩 没关系的 我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多陪陪他 小星星 阿姨呢 给你留一个电话 这样 爸爸妈妈 没有时间陪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电话找阿姨 那 收好了 阿姨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像你爸爸一样 保证随叫随到 小星星 小星星 千万别忘了咱们俩的约定 嗯 等阿姨有时间就带你出去玩 嗯 来 帮我一个 好乖 好乖 哥阿姨再见吧 阿姨要回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那 我就先告辞了 拜拜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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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2350 是OP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和孩子 都搬到我家住一阵子 咱们一家三口这个戏啊 还得演下去 住你家 那算什么 不去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这麻烦是你惹出来的 你怎么能不负责呢 我惹麻烦 我惹什么麻烦了 是你告诉苏依晨 这是我儿子的吧 是你把这个儿子 给招来的吧 是你把苏依晨招来的吧 是你非要考验苏依晨的吧 好好好 我们先不说这个 人家现在已经盯上他了 你说让我怎么办 那我们两个 也不能一直住在你家里吧 这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你就放心吧 肯定不会让你住一辈子的 用不着几天就行了 说你这个人 你对女人的好奇心 怎么这么大 我们一群人陪着你玩 我答应帮人帮他 这到底也就算了 那小欣欣呢 他这个孩子 要一直跟着我们呀 你能把孩子借住 说明你跟孩子父母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 你就跟孩子父母 再说一下 就当孩子去夏令营了 在我们家好吃好住 上下学有人接送 保证不亏待他 行不行 你知道什么呀 这 算了 犯不上跟你说 我试试看吧 妈妈妈 我不去她家 不 你看 她自己不愿意去的 为什么不愿意去我家呀 我就是不愿意 那后面还有好多戏要演哪 你不照那些片酬了 我不想你的天 那你戏还什么呀 你知道的 我知道了 你想去香港迪斯尼 对不对 这样 我们商量一下 你如果能到顾爸爸家 去住几天 并且帮助我顺利地 把后面的戏演完的话 我一定带你去香港迪斯尼 怎么样 她顾爸爸 你哄谁呀 你是她欧妈妈 我当然就是她顾爸爸了 你说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以后你就知道 顾爸爸是有多么的守信用 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就是小胖猪 好 小胖猪 我吃饭了 我给你 好 吃饱了 好了 小星星 我们走吧 小鸥 小鸥 你给掉不掉了呀 好 吃饱了 死了一遍吧 怎么样 小鸥鸥 喜欢这儿吗 好玩吗 好玩 这个给你 这么放心我啊 把钥匙都交给我了 你人都已经交给我了 我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是吗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金金 自己站在旁啊 什么事说吧 在我正式入住你家之前呢 必须要给你约法三章 说 第一 我是你请来的 所以在这里 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 你不可以干涉 这个没问题 第二条呢 第二条 主卧归我 客房归你 相对应的 主卧归我客卧归你 未经允许不可以进入 对方的领地 这是我家呀 你让我睡客房 还不是让我随意走动 有这么干的吗 如果这个都不同意的话 那就没什么可说 好好好 我同意 行了吧 说第三条 第三条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小欣欣现在是你的儿子 你要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从明天开始 送他上学 放学 他的生活起居 什么洗澡 睡觉 吃饭 都由你来负责 那可不行 我能跟他和平相处 就不错了 我还要负责他 吃饭 睡觉 洗澡 这我干不了 你干不了 难道我干 你不要忘了 他是我找过来 给你一样儿子的 现在苏依晨的重点 检查对象就是他 你要去哄不好他 他可能会捅出娄子的 那你还是孩子妈妈呢 你凭什么什么都不干 给你机会喽 让你跟他增加感情 你忘了 今天在饭店的时候 好好好 我都同意 行了吧 不会有第四条吧 实际问题实际解决吧 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你照顾好孩子 去哪儿啊 我把孩子带过来 都还没跟人家的家长 说一声 不知道同不同意 再说了 孩子总要有换洗的衣服吧 跟孩子好好联络感情啊 好 进 欧妈妈 真乖 欧妈妈要回家去 给你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可以 你要留在这里 眼孤爸爸的儿子 所以你要跟他沟通感情 我妈妈很快回来 好不好 嗯